这是我见过最懂穿越的小孩 明明十岁就已经有了亚神的实力 成为了当时最强的人类 可他却偏偏对罗里养成情有独钟 更是年纪轻轻就成了两个女孩的未婚服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血 国王压根就没想到男主会这么早熟 于是下一秒他就将其叫到了房间 一并还叫来了另一名受害者的家长 他俩都将女儿许配给了男主 可也正因如此需要的就是低调 只因马上就是王都的亮相会 毕竟由于年龄双方的婚约还没有公开 于是在两者的威胁下 男主不答应也只能答应 时间一化而过 就这样亮相会便开始了 而换句话说 这就是一场后辈之间的交流会 因为来的贵族大多都带上了子女 可还没走两步他就被父亲叫住了 定睛一看原来是碰到了公爵 对此男主可谓是小别圣新婚 他当即就对千金打起了招呼 可就是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公爵的笑容有点甚人 而由于公开场合双方是第一次见 所以双方仍要装作不认识 在互相做起了自我介绍后 本来刚开始还很正常 可看到眼前打扮过的未婚妻 男主却还是忍不住了 他当即就夸千金这次穿的礼服很漂亮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天女下凡 公爵对男主是真的服了 但表面上他却不能点破 而是夸男主这么小就如此懂事了 这样父亲顿时就被夸得老脸一红 他也听出了公爵的另一重意思 最后双方是笑着离开的 而在分开后父亲才让男主收脸点 这也太不像十岁了 好在男主早就想好了怎么解释 只因在家里只要一夸姐姐他就会高兴 所以不知不觉就养成了习惯 而很快也到了亮相会的高潮 国王领着妻女便到场了 以希望国家蒸蒸日上为由 再领着大家干过背后 接着按照惯例 每个人都要给国王送上祝福 而没过一会便轮到了男主一家人 见此父亲想让儿子给王女请安 然而这一说就坏事了 只因男主的老毛病又发了 他表示王女就像女神降临一样 让他甚至都忘记了该怎么呼吸 此言不仅让王女愣着了 国王也惊了 此时的他和公爵一样的困扰 他很好奇男主是怎么被养大的 以至于让他的女儿封成这样 好在男主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他其实还给国王带了一份礼物 也是和商会联手开发的娱乐用品 原来他到王都后便收到了神明的指引 让其在这个世界创造出一种娱乐用品 想了半天男主决定用前世的黑白器 而在奉献给神明用的同时 他也一并将创意卖给了商会 更是要参加亮相会的关系 他特地为国王准备了一个豪华版的期盘 国王一听就来了兴趣 不过现在却不是时候 晚点他再听其详细说明 包括之后要怎么跟自己的女儿相处 没有讨到好反而还遭了罪 男主可谓是心里苦 而娱乐用品这点也是父亲没想到的 他也不知道男主什么时候 就发明了这种玩意 虽然欣慰但同时也有些担忧 这个年纪应该多陪一些同龄人玩才对 此言也说到了男主的心理 仔细一想好像也确实有点太扯了 除此之外他甚至还被封为了男爵 而刚想到这里 没想到千金却出现了 原来在父亲面前很不自在 王女还在主座上忙着 所以他也只能找男主过来玩 但说是这样说 千金却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只因他想和男主更亲密一点 就比如从叫名字开始 这千金也太猛了 要知道男主也只是嘴上功夫好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三个小屁孩却走了过来 他们让男主注意自己的身份 要知道千金可是公爵的女儿 男主刚要表示自己其实是男爵 可话音刚落就被打断了 男爵的儿子算个屁 他们三个可都是子爵的儿子 接着也不给男主发言的机会 下一秒几人就来到了操场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单纯是看不惯两人在那打情骂俏 并想要教训一下男主 小帅看不下去了 他当即就想用魔法给男主来一下 但下一秒却尴尬了 他忘了该怎么使用 不过好在男主没有功夫注意这里 这也给了他献学的机会 只见他仰天长笑 牛逼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是个250 而眼见男主很轻松就躲开了 于是下一秒便轮到了黄毛 比起火魔法而言 他可是会更强力的吐魔法 只见他同样掌握到了小帅的精髓 这姿势私下里没练个两年半 说出来我都不行 在涌唱了一顿悔色的咒语后 只见这威力甚至引来了天泪 在足足度过了九重劫后 接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小石头子便出现了 眼见男主又轻松地躲开了 小帅还想顾忌重施 可千金却看不下去了 他连忙道明了男主的身份 对方不是男爵的儿子 而是他本人就是男爵 仅是两字之差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并且要知道的是 不久前男主独自一人 就嘎掉了三十只以上的半兽人 听到这里 三人也顿时就想起来了 搞了半天这才发现是惹错了人 在道完欠后便果断地溜了 千金觉得男主很腹黑 显然早就知道了三人理解错了 可却偏偏就是不做解释 他会将这件事告诉王女 除非男主愿意和他约会 而也刚说到这里 不料保密一事却被王女听见了 千金正打算解释 却不料下一秒就被男主捂上了嘴 这让王女顿时就惊了 要知道触碰未婚女性的嘴唇 在这个世界可是犯法的 如果不告诉他刚才两人在说什么 那么他就将这件事禀告给父亲 男主一听瞬间就慌了 但千金却乐了 不过是一会两人要约会吧 这一下子就来了个超级加倍 剑王女这么可爱男主也只能答应 可这一答应就坏事了 约会仪式也刚好被国王听到了 看来一会不止娱乐用品的事 连王女的事也要好好谈谈 并且是以男人的身份